小泉 小泉是台灣人更了解她 她比較內斂 慢熱 但是熱起來也蠻熱的 所以她是冷跟熱之間 兩邊走的 她第一天來到片場 不是片場 第一天是我們進主 然後百合也在 晚上我約她們到下面餐廳 就大家見面 她讓我非常擔心 她不說話 然後我問她三句 她回我一句 好 不好 OK 都好 哈哈哈哈 然後 唉 然後百合就坐在她旁邊 但是她沒有跟百合說話 那百合也不跟她說話 百合不停跟我說話 我就不停跟她說話 就是這樣 我就想 唉 這次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時間做拍戲怎麼辦 她們要做一個情侶 那第二天我發了一個通告 我說 我就打電話給她們的經紀人 我就求她經紀人 你讓她們單獨 兩個人 不要跟她們單獨 兩個人去吃晚飯 可以 那經紀人都OK了 然後呢 但是在那個途中 那個百合就很聰明 她想 萬一到了 蕭泉真的不說話怎麼辦 她會很尷尬 她是女生嘛 所以最後她打電話給 給蕭泉跟黑人 哈哈 就四個人去吃雷燈吧 然後我就跳跳跳跳 一個星期 就是慢慢慢慢 蕭泉就過了 好幾天的那個拍的過程 好像第五天 第七天吧 她突然就變成 早上進來變成另外一個人 好像吃了藥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就變得很調皮啊 表現小孩子一樣 就不停跟我們說話 然後就 所以這後來 呃 我們都拍得很順利 而且很好玩 嗯 所以蕭泉就很那個 讓我擔心了 大概有十天吧 哈哈哈哈 呃 呃 白百合呢 她是一個 我挑她是因為她 她是一個 非常 我很喜歡她 氣質的一個 氣質的一個 一個演員 我覺得她比較中性 就等於她是可以 做一個小女人 也可以做一個女強人 可以搞笑 也可以 啊 弄得很酷 對嗎 可以溫柔 什麼都可以 然後因為 何曼這個爵士在 被偷走的那五年裡面 是 啊 跨越清涼的 就有她單純 啊 甜蜜的 時候 也有女強人 打拼事業的時候 也有那個 呃 病了 或者是 醒來失憶的 情況 所以就 我覺得 我需要一個演員 是不是 她比較多面 我覺得 我覺得她 本人就是這樣 所以就 呃 她把握的 非常的 準確 我非常愛 其他 兩個都非常愛 就是阿堪 她就是把我笑死了 在現場 對 呃 大家都聽過她說呢 她其實 她不是一個主持人嘛 她是個演員 對 她那麼多年是演一個主持人 哈哈哈哈 是她說的 然後呢 我 我覺得她 特別 特別 有天分的一個 一個演員 真的 真的 從心說出來 因為為什麼呢 演喜劇是非常困難的 啊 困難是跟主持 主持不同 主持是你每一句 她想到什麼 可以講出來 都有新鮮感的 觀眾都會馬上笑的 但是你演喜劇是 嗯 同一個同一場戲 你要演好幾次 啊 幾個幾個 幾個角度去演 你 你演到第三次 笑不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但是她呢 有 她可以呢 每一次帶一種 新鮮感 加一點新的東西進去 所以每一次我們都在旁邊笑的 快死一樣 所以我 我 肯定希望再跟阿堅合作 我覺得她 要努力在電影方面 她應該是 可以 非常棒 嗯 然後就是 艾欣雅 哦 太 太可愛了 她 她的聲音疊疊的 啊 我覺得她 嗯 因為阿欣雅演的這個角色是 像全 離婚之後的一個新的女朋友 所以很容易 觀眾會看她 好像一個小山一樣的 很容易啊 就感覺是這樣了 但是呢 因為欣雅 我為什麼要找欣雅去演 因為她本人是非常可愛 她的性格非常可愛 非常的 那個天真啊 童真啊 所以呢 她把這個角色演的 比我寫得更好 更可愛 那觀眾就會 啊 了解為什麼一個 剛離婚的男人 會 挑這個 艾欣雅做女朋友 為什麼會 啊 跟她一起 因為她是可愛 讓她開心 什麼什麼的 所以 裡面還有一些戲 就是欣雅跟 百合 一起 去 搶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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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好看 哦 現場我們都覺得 厲害 我之前拍過一部叫 《青城之類》 然後呢 那部給我很好的一種 我很喜歡的一種 經歷就是 中港台 一起 那有一些導演 覺得 哎呀 那個真的太麻煩了 因為 三地的 三地的背景也不同 可能我們想法也不同 但是我呢 就是相反的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 adventurous 比較喜歡 新鮮感 然後呢 我覺得中港台的人 擺在一起 非常棒 因為 因為我們每一個 每個地方呢 有不同的習慣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 節奏 但一擺在一起 我們 把自己的 三個地方都打破了 然後 然後 重新 再 磨合一個 方法出來 然後這個 我覺得 這個 三地磨合出來的 雖然是要時間 比方說 可能第一個星期 是大家很辛苦的 哈哈 但是 一磨合 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 火荒 真的很不一樣 跟台灣片 大陸片 跟香港片 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種交流 非常好 有時候我們 為了一句 對白 也會 討論 那個 cameraman 就是那個 攝影師 他是大陸的 他有一個意見 百合也有一個意見 打燈是一個 台灣人 他是有意見 然後呢 我的那個副導演 是香港人也有意見 很 很有趣 就大家覺得 整個戲 整個戲是我們一同 弄出來 感覺特別特別好 我其實 這一次 其實我以前來過 台灣很多次 都是 旅遊 但是旅遊 原來發現 都沒有真的 去了解台灣 旅遊 都是很表面的 那這次 我為什麼來台灣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景 確實是非常漂亮 而且呢 隨著漂亮 知道 汪海市 它有不同的景 你了解我意思 就是很時尚也有 那很安安靜靜的 哇 原 草原也有 就山的也有 水也有 就我要什麼都有 而且就 我覺得 我很感謝 台灣 所有台灣人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支持 電影工業 因為我去很多地方找景 我覺得 大家聽到 在台灣拍戲 那我要支持 你來拍吧 我覺得這種支持 台灣電影 那種精神 我覺得很感動 還有 還有 就是這一次 所有地方都差不多去過了 台中 台北 台南 墾丁 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不同 所以我決定呢 下一部戲也是來台灣拍 然後呢 再找 再找 我還沒到 還沒拍到的地方 在台灣拍攝